记住大家射远距离的时候 会很容易把球变成推 推一般的球是会向前的 你就会很容易令到球撞到板 其实你很难入的 你只不过是把球推到框上 如果我们真的要射入球 记住swing,下拉,下拉,swing和下拉 压,swing,下拉,压,swing 令到球是向下坠而不是飞向前 所以你要记住 做这个的时候 你是感受到核心是压着和发力 加速,加速,加速 不是特别需要用力 你应该是跟着这个轨迹 加速,加速,加速 明白吗? 用这个力量 左手是直的 右手做射球的手腕 放上去 握住手 在这个 两只手握住的程序里面 第一,两个手肘会走出来的 第二,你要在上面 我们左手是我们的基准点 就像刚刚我们中摆的动作 会放在这里 右手放在球上 一样是中摆的动作 拉下去 你就会射到球 记住我们是中摆 向下拉 明白吗? 中摆 向下拉 那两位又可以试一试 记住我们用刚刚中摆的力量 加向下拉 来试一下 好 我们又看看Matthew 和CM的示范 Go 好了 如果你看到Matthew刚刚射球的时候 他第一个动作 就不是中摆的动作 而是控球 因为他用了左手在前面 其实你已经中摆不到 因为你已经阻止了球 记住我们刚刚是怎么摆的 是这样的 你左手要跟回那个动作 所以你是把右手 变成这样 然后摆 明白吗? 就是刚刚坐 主要是坐在这里 好了 现在到CM了 CM主要是推为主 用右手的力量推 因为我也看不到 你有摆,然后下拉这个动作 你没有了这个动作 记住我们不是单靠一只手法力 射球是两只手法力 如果你想稳定的话 而且这个swing 在这个摇摆的力量 如果你要它出现 传递力量 如果你要它出现 何谓传递力量呢? 就是你要将左手 和身体同步 swing出去 手带动 swing出去 swing 手带动 压实 手带动 swing swing 当你手带动的时候 力量会向上 然后你右手在球的顶部 力量传到右手的时候 拉直你的手 记住我们是脖边 这个是你的边 上下 左上 右下 右下 这个球就会有力量向前 我们利用旋转 不是控制力量 记住 我们控制旋转 左上右下 明白吗? 明白吗? 你的球就会碰到宽 你就会用到很大的力量 再看一次 swing 拉下去 明白吗? 我们就是这样 拉这个球下去 这个是推 OK OK 这个是推 你用肌肉的力量 我们不是推 球 柔軟的 记住是 粒边 拉向前 这个是拉向前 OK 试一下 准备 go 用刚刚swing的力量 小小小推 所以令到球 不能向前 再来 压住核心 因为浮得很厉害 记住 压住 swing 拉下去 记住 左上右下 再来 好 停 擋住 你想想 你刚刚的手是直的 对 这样是直的 不是 直了先 是 直了就是 右手放上去 这样 不是 你也是太前 这样 直了先 这样 不是直了先 直了先 是 这样 不会在这里 在这里 行不行 是 右手放在上面 是 左手swing 是 准备 swing swing 没有swing 没什么力量 记住我们这个 压住 swing 拉下去 swing 你有这个力量的一定要 go 停停停 CM一开始 你已经扭了腰 这个也是很多人射球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你不是扭腰那么简单 它是扭宽 你可以看到刚刚的脚 是变成一个T字形 OK 你整个宽扭了 你拖不了的 因为你加了另一个旋转 明白 记住我们是 在这里 所以你的脚一定是直的 好 OK 然后压 swing向上拉下去 go 是 好些了 歪了 记住 记住 轻轻扭回左一点 明白 我们直的时候 我们出呢 我们一定会是 内八字的 记住 所以我们出手的时候 是会变成 脚内挡 去指正中间 是 good 停停停 CM刚刚准备的动作 你看到他贴着肚子 其实你想想 如果你的鲜抽 那么短 你是没有摇摆的力量 所以我们一定要 刚刚记不记得 这样 是吧 你抛的时候 刚刚刚也是这样 抛 你先放好手 直 准备 go good shot 到 是不是 开始到处了 记住 力量是直的 大家记住 这里 一定要伸出来 go 停 先伸直 good swing 对 没错 good 两个都开始碰到框了 其实我们比赛 你不是表演性质 你不会射那个位 我们重点是射什么 我希望 大家有效的射程 是会三分线后 大约两至三步 这些距离 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就是这样 记住 先压 swing 拉下去 你射球是要稳定的 不会特别大力 如果你那里都碰到框的话 这里一定是会射到球的 记住 压 swing 拉到下面 就不是推出去 记住 大家射远距离的时候 会很容易把球变成推 推 一般的球是会向前的 你就会很容易 令到球撞到板 其实你很难入的 你只不过是 把球推到框 如果我们真的要射入球 记住 swing 下拉 下拉 swing和下拉 压 swing 下拉 压 swing 下拉 令到球是向下坠 而不是飞向前 这个射肢和这个力量 才是你真正在比赛中 控制到一个远距离的投篮 好了 那我们看看Matthew和CM的示范 好了 试一下在三分线后 大约两步的距离 两步 对了 准备 记住 swing 停 对了 刚刚Matthew 你会看到他一射球那一下 他的头就已经是中了向前了 所以他有一点失平衡的感觉 就是因为他的心很想向前射 但是向前射也会变成推 所以记住 一只脚前一只脚后 压 一只脚前一只脚后 确保你的头在两只脚的中间 你会更加容易用到核心力量 再压 OK swing上去 对了 押 没错了 向下拉 OK CM试一下 go 停 又是伸得不够直 左手 对了 swing 押 对了 跟着身体去 good shot 力量漂亮了很多 再来 go swing 对了 拉上去 拉下来 因为Matthew 刚刚控球的时候 右手射球的时候 他会拿到球的前端 拿到这里 记住 我们swing的时候 力量是走上的 我们一定要在球的顶部 你才可以拉回它 不要拿球的前端 所以 我在课程中说过 不要屈碗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当你屈碗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拿到球的前端 记住我们 我们上抛拉下去就可以了 go good shot 射得很好 OK Matthew 进去 good shot 记住 我们swing向上 swing向上 拉下来 我们下一课就是说 为什么我常常说拉呢 因为很多人都不明白 什么叫拉 好 今天 完